大家好我是舞秋風 又來到我們麥塊生物學的時間啦 今天要介紹的是我們的 凋零怪 欸他泡掉了 你可能不知道 凋零怪的十件事 我們開始吧 首先第一點 我們的凋零怪 要玩家自行召喚而生成喔 那個 Jag說 這是因為 Terroria裡面有 召喚BOSS的機制 然後凋零怪的設計來源 就是從那邊掏來的 不是啦 從那邊獲得靈感的 第二點 我們的凋零怪 是那個所有生物裡面 血量最多的喔 那個比宗介龍還多啊 JAMA版有300 然後基岩版有600 600 600就是300顆愛心耶 我才10顆 凋零怪有300顆 第三點 我們的凋零怪 也有他專屬的英文名字齁 中介龍叫JAN問號嗎 那個凋零怪叫SAMUS問號 為什麼會叫SAMUS 是因為他跟召喚 從召喚這個字改變過來的喔 第四點 在我們的繪畫當中 有一張繪畫 直接告訴你要怎麼召喚凋零怪 不要小看這張繪畫喔 這張繪畫 是Minecraft最後加入的繪畫 1.4.2 你沒有聽錯很早以前就加入了 已經有很久以來 Minecraft沒有加入新的畫作了齁 這就是目前的最後一張 第五點 我們的凋零怪 會攻擊其他種類的生物 但不會打 不死系的生物齁 他不會主動攻擊 不死系的生物啊 還有一隻生物 他也不會主動攻擊齁 就是我們的 EOE 他也不打EOE的啦 第六點 我們的凋零怪 可以破壞 你能拿起來的任何方塊 不論是黑曜石 哭泣的黑曜石 獄髓方塊 遠古遺骸 這些硬到不行的東西 他都可以破壞啊 那個 他不能破壞的方塊 你也沒有辦法再生存拿起來齁 像是經驗啦 屏障啦 結構方塊啦 指令方塊啦 拼圖方塊啦 摺藥門方塊 傳送門方塊 大概就是類似這些東西啦 第七點 我們的凋零怪 每一秒回一滴血齁 如果他殺死生物 回的血更多啊 殺死一隻生物 就回五滴血 所以在minecraft的boss 都會回血 不會回血都不敢說自己是boss了 第八點 早期我們的凋零怪 是可以穿過 傳送門 到其他世界去的齁 其他維度的 現行版本的凋零怪 已經沒有辦法 想穿越就穿越了齁 已經穿過 傳送門 要爆炸囉 沒有還是在這 第九點 大家有注意過我們的凋零 會發出兩種顏色的頭顱嗎 一種是 專門拿來打生物的頭顱 也就是這個 黑色的頭顱 它可以摧毀爆炸抗性 四一下的方塊 另外一種就是我們這種 藍色的頭顱 真正能破壞大多數方塊的 是這種頭顱啦 它可以把大多數方塊的 爆炸抗性降到0.8以下 來破壞 所以黑曜石啊 遠古遺骸 就是靠這個 來破壞的齁 第十點 在基岩版中 這顆藍色的凋零頭 還可以像 以歐儀的火球一樣 打回去啊 如果你剛好打到凋零身上 它會僵直一段時間 再恢復運作 以上就是你可能不知道 關於凋零的十件事了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喔 我們的凋零 不怕 欸你不要打我家地板 我們的凋零 不怕火焰 免疫火焰傷害 不怕岩漿 不怕水 不怕冰凍 飄雪 細雪裡面 不會死啦 免疫這麼多傷害 卻沒有免疫 自息傷害啦 所以 在 呃 終界 龍穴的下面 那上面是基岩嘛 下面那裡 把他自息而亡 目前大家都這麼做喔 簡單 打凋零 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 欸他打的怎麼這麼嚴重 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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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你 對 對